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么多医生来关注呢 因为人们在研究中发现 他对全身的影响是非常广泛而且严重的 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种憋气啊 就会引起我们全身的这样的一个缺氧 大家都知道氧气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人没有氧气是不能活的 那么在缺氧啊就会引起全身各个脏气各个系统的一些病变和反应 包括我们常见的高血压 冠心病 脑血管的疾病 就是脑足中 中风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风 它都是会有引起来的 那么实验也很明确的证实了OSEA它会引起来冠状动脉的周样硬化 会引起来这种斑块的形成 然后还会引起来糖尿病 高脂血症 高血红蛋白血症 那么这些都是引起心梗和脑梗的一个高发的危险因素 另外OSEA它还会引起来肾炎 夜间移尿 夜间这个尿液的增多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一晚上要起液四到五次 那么治疗了这个OSEA以后就再不起液了 这都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些临床表现的例子 那么还会引起来什么呢 会引起来一个生殖系统的异常 我们说这个男性性功能障碍 他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OSEA所引起来 那么这是成人 小孩他也会得这个OSEA的这个疾病 现在有很多孩子他是打呼噜的 这个打呼噜是不能来进行一个忽视的 小孩最常见的OSEA对全身的一个危害包括什么呢 包括他这个体格发育的减缓 就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减缓 智力发育的一个减缓 另外就包括他性格的改变 OSEA的孩子是可以看到这种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以及烦躁易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 OSEA的孩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 这种表现是什么呢 会引起来他面形发育的一个改变 就会引起来面部的骨骼发育的一个异常 会导致这个面部变长 奥孩子越长越丑 这个都是会存在的 所以OSEA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的 这种表现的两个人都会认为 我们下个人的避免 但是我们下个人的避免 我们下个人的避免